你知道嗎? Y&Y已經成立了五十年了 這麼厲害, 那就要拍照一下 這麼久了? 我們已經看到朋友這麼久了 這個樣子還好漂亮 味道最好 最好好玩 魚耳牌, 感謝人人 溫馨味道伴你五十年 好, 回到歡樂今宵靈人堂了 看到台上坐了很多人 包括心珠蒜的學生 還有他們的爸爸媽媽 很多小朋友我們之前已經見過了 我們上次也跟小朋友玩過遊戲 當然是聰明過很多哥哥姐姐 他們的爸爸媽媽都很聰明 他們都非常明知送他們去心珠蒜 所以我們都要參考一下他們 不知道爸爸媽媽有沒有看上次的遊戲 你知道哥哥姐姐真的挺差的 待會我們可以再一次表演給你們看 我們相差多遠 表演 相信這不是一種表演 對 對 看到這麼多小朋友坐在這裡 不如先跟小朋友聊聊天 首先有Hillary 在這裡 我想問Hillary 學了心珠蒜多久 大概四年半 是多少級 剛才校長說有分級 是的 其實我讀到結束了 幾分 幾分 一級 你幾歲 我現在十二歲 十二歲都結束了 姐姐 你有幾歲開始學嗎 五歲半 開始學 每個小朋友進度不一樣 因為可能要讀書 中途去學 好 我們先問一下隔離 Edwin是嗎 對 沒錯 那你學了多久 我學了四年半 四年半 現在去到第幾級 我到第一級 因為全部都已經完成了 好 我們再看看那邊 那邊有兩位學生 又有Matthew 旁邊就是Heidi Heidi你學了多久 四年半 四年半 那你現在去到哪級 一級 一級 那Matthew 我學了四五年 那你現在去到第幾級 都是一級 一個人都一級 校長 這些全部都是你的外長 是我的外長 全部都是 校長我想知道 其實除了你會教這個心珠寫之外 還有多少導師 你會教這個心珠寫之外 基本上我們都有幾十個人幫忙 還有一些學生 他畢業在大學 讀大學的時候 都來幫忙 大概都是 在加拿大大概十個 其實很多家長都會擔心 例如說 因為小朋友要上學 那心珠寫的課程 會不會是很多時間都有 所以可以遷就到 特別是週末那時候 是的 我們通常在星期六 日或者上課 平時VD都有 但是它其實是一個練習 所以不一定是固定哪個時間 練習得多 他們的能力就會提高 除了學過之後 都要自己回家練習 很明顯 這四位同學一定是練習得很好 不然每個人都會第一級 第一級 這個時候都要訪問一下家長 因為他們真的很明智 因為孫盤是家長式的 小朋友就不知道孫盤是什麼 其實不如先問一下Matthew的媽媽 好嗎 Matthew的媽媽 你一開始怎樣想到 要送你兒子去讀心珠寫的呢 我其實都很特別的 不是我去求他去讀 他反過來 他叫我 他求我讓他試試讀 他自己想去學 是的 因為他看到同學 那時候三年級 看到同學學 他有興趣 我就試試給你學 誰知道他學了之後 真的計算是很快 而且他很愛上了朱心算 剛才校長說過 學這個心珠寫 不僅是在數學方面有幫助 其他方面是否都有幫助的 有 除了朱心算之外 我發覺他英文 還有一些反應 都進步很多 比其他小朋友有少許分別 他是快很多的 有時候在學校 有時候我回來問他 我說你今天上課怎樣 他說我第一個坐在這裡 我做完了 我還等同學 因為他計算得慢一點 這樣 那是否特別的數學成績 真的好很多呢 是他曾經也拿過 八班 七班八班 他曾經拿過 Waterloo數學比賽 他拿到第三名和第二名 哇 所以讀得絕對是有效的 非常有效的 最主要的就是 他真的自己喜歡去學 是 所以會練習很多 是 也不用我留氣 他自己做功課 因為他喜歡數 比較好一點 那問一下Heidi的爸爸 Heidi的爸爸 剛才Matthew的媽媽說 他自己想去學 那Heidi呢 一開始你們是你們帶他去學 還是他自己想去學 他自己想去學 Heidi呢 Heidi學的心之鎮 其實我們是走過商場 看到校長他們剛剛 有些講座 我們來看看 發覺當時的小朋友 做那個示範 發覺是很抑鬱的 他們可以很快 就算了一些答案 還有你如果認識更多 就會發覺他們說出來 然後一會兒 說完答案 他們就可以說了答案 不是 說完題目 就已經說了答案 發覺都很好 跟我女兒參加 一直參加 我女兒都發覺很有興趣 那就讀到現在了 那發現她讀完之後 一直讀的時候 哪方面進步得最快呢 其實我也很認同 剛才那個家長說 去想法 或者那些反應 是快一點的 因為其實Heidi 現在又在學幾種語言 似乎很快 而且數字 在學校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一樣很快 做完答案 做完功課等等 所以就算最近跟見家長 老師都說 非常厲害 不如問問問Heidi 我記得上次來的時候 印象很新 她也很喜歡說話 是 問問Heidi 其實你自己學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心珠算難嗎 有一點 有一點難嗎 有一點難嗎 有沒有自己想過 有時候覺得太難了 不如我放棄吧 完全沒有放棄過 那你自己會不會在家裡經常練習 這樣 有沒有practice 有時 有時 已經這麼厲害 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不會自己去practice 家長逼 是 不過我又要問一下校長 因為我聽到兩位家長都說 不只是計數 在語文上面 都是很有幫助 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不是來計算嗎 是 其實我們那個高速的練習 是譬如這個語文 是 英文 聽完 其實他的能力是可以記到好 整篇東西都記了 所以他們在平時的學習 無論是哪個科目 他聽完就好像印了腦 所以那個腦的能力是非常之強的 他可以背整段東西 可以背文 Hillary 現在要示範 Hillary可以表演 好 遲些有機會 我們再有機會 但其實他要 我經常說 他有速度 其實是什麼 幾快呢 是 聽到的速度 我們有個要求是四倍 那什麼叫四倍呢 譬如我現在說話 就是差不多一倍半 如果再說快一點 就是兩倍 那四倍我就說不到了 我們練習的時候是聽幾倍 我們計算的數字都是四倍這麼快 嘩 所以平時我們練習 通常外面的人聽不到 其實真的可以給觀眾看看 這個真的不是小字的 這裡是他們一聽完之後 就可以背出來 我覺得絕對我們主持人需要學這個 可以嗎 Maggie說一下這個 我們記得 我們最厲害的同學二百幾個字 二百幾個字 這裡五十一個字 一個字都不錯 這樣背下來 對 寫出來 寫出來 我想我們真的不行 真的要十幾歲 十二歲 真是最厲害 所以整個叫做動腦課程 其實有英文有數學 終於解答到我們的問題 不是經常計算的 就是分開過程 所以叫做動腦課程 除了這個計算之外 還可以介紹大家有記性 非常之厲害 究竟這班小朋友有多厲害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有一班藝員 就說要挑戰他們 所以我們就會 很大膽 我們會和他們一起玩遊戲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稍後回來繼續寬鬥鐘線